品項價格 包括了近辣雞腿堡 麥克雞塊 還有可樂紅茶等等 29個品項將調漲2到7塊錢 其中小杯的玉米濃湯 漲價7塊 漲幅是超過了21%最多 那麼另外Subway 在晚間也宣布跟進 表示會調整部分6吋 12吋的潛艇堡 以及沙拉品項價格 但是價格的漲幅 不會超過3% 我要一個雙層牛肉及四寶 然後我要加經典套餐 民眾正在櫃台前 猶豫要吃哪個好 無論是香味肆意的漢堡 或熱乎乎玉米濃湯 都是麥當勞必點 但這些商品要漲價了 台灣麥當勞宣布 將在11月24號 調整部分品項價格 超值全餐平均漲幅2.2% 點心飲料平均漲幅4% 其中大多為熱門商品 包含超值全餐主餐類 近辣雞腿堡漲3元 一個要75元 麥香魚漲5元 變49元 麥翠雞腿調漲4元 大人小朋友喜愛的 6塊麥克雞塊漲價後64元 BLT系列像是安格斯黑牛堡 招5元後 一個要價114元 除了主餐類 飲料跟點心也同步調整價格 民眾常搭配套餐的可樂紅茶 接漲5塊錢 而招牌玉米湯小杯將會是40元 因為漲幅超過21% 堪稱漲最多的品項 是有點貴一點 5元的Ranch 我覺得還能接受 其他便當大部分都是漲 所以會吃的應該還是會吃 這回一口氣調整價位 29個品項漲價 也有10個品項 包含美式咖啡 焦糖馬其多等 降2到7元 麥當勞表示 因為整體環境考量 才會選擇調整售價 其他連鎖素食店 肯德基回應 全面審慎評估中 摩斯漢堡跟頂呱呱 暫時沒有調整售價規劃 物價掌聲響起 連素食店都漲價 讓民眾大嘆 和包索水 記者周天璋 翔遇台北採訪報導 照片